王霜、内玛尔欢迎我加盟巴黎女足亚运目标称霸亚洲8月4日深圳正值巴黎圣日尔曼盛大的中国行期间,这只把假霸主对外宣布了让中国球迷更为激动的消息。 巴黎圣日尔曼女足和中国球员王霜签约两年,王霜将和内玛尔、姆巴佩一起,成为大巴黎的球员,面对腾讯体育的镜头,王霜谈到了与这只欧洲豪门签约的点滴,以及对马上到来的亚运会的期待,王霜内玛尔欢迎我加入大巴黎王霜,两个月的时间吧。 前期再谈一些俱乐部,拒绝了两次别的俱乐部,第三次认真的考虑了一下,选择了大巴黎,他是一只能够欢迎世界各个国家优秀球员的国际化的俱乐部,他给所有的球员都可以有归属感,比如内玛尔,巴黎圣日尔曼对内玛尔的打造,要比巴萨对他的打造高出很多。 内玛尔佐,王霜又腾讯体育,这两天你和巴黎圣日尔曼的男族有些什么互动吗?王霜,和他们都打了招呼,他们对我表示了欢迎,欢迎我来到巴黎圣日尔曼,我觉得非常亲切,也非常的幸福,我的朋友特别为我高兴,他们委托我找内玛尔,迪玛利亚,不逢他们要签名求一,不过能不能签到名现在还在和俱乐部协商, 只能打完比赛后,看看有没有机会,多方面原因吧,这么多年,我一直都有出国的梦想,这一次能够顺利的出国,也得到了中国足协,我的家乡球队,我的家乡,足协领导的大力支持,所以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和巴黎签约,竞技体育吗? 到了新的俱乐部,作为新人,还是一名亚洲球员,肯定要更多的努力,才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我给自己的压力不会特别大,一步一步来吧,毕竟巴黎是大俱乐部,是世界前三名的豪门球队, 我自己也会近百分之两百的努力,争取到上场机会,争取队友和教练组的信任,俱乐部会更快更好的帮我融合,他们也为我安排了每周两节的法语课,我相信自己不会觉得孤单,也不会觉得无助,这个大家庭会帮我更快的融入,我会自己做饭,我比较喜欢自己在家没事的话,为爸妈做饭, 让他们尝尝,当当我的小白鼠,笑,所以这方面我不是很担心,谈起家人感动落泪绑霜,爸妈还是挺希望我留在身边,因为毕竟国内的大环境也不错,他们也不希望,我一个女孩子出远门漂泊,当然我爸妈也知道我有一些梦想,国家利益高于一切,假使道特别严谨大的期待,还是帮助我们中国女族,帮助国家对夺取更大的荣誉, 我们现在从26号集中,到前期的训练,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做准备,我们充满了信心,可以在这次称霸亚洲